嗨 你们好,我是Tin,你的NLP导师,维生Solution的导师 那么今天我们就继续来跟大家分享 在语言模式,语言沟通的方式上面 我们如何的去看别人在讲话里面 做出的一些的恐怖,一些的技术上的错误 那么现在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呢 就是叫做复杂相等 这个复杂相等,在NLP里面我们有一个简号 在英文是叫做C,一个主义,C等于E 这个等于复杂,相等 那么它的意思是说我们把一样的东西 变成另外一样,同样的事情,相等 复杂相等 那么很多,我就在这里呢,就说 给你一个列子,给你一个笔,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它是这样子 他经常对我哄叫,他不喜欢我 比如说这个例子是,他经常 对我哄叫 从这个讲话的人里面,他如果是这样子说 我们就可以发现到,他或许他有一个心理的伤害 因为呢,这里他就说他不喜欢我 他经常对我哄叫,那么其实我们如果明确的来看一看 这里呢,他把这样的一个句子,我们可以发现到 他把两个东西等化 他把一个叫做哄叫的东西 他把这个哄叫 变成不喜欢 他把它等化了 他经常对我哄叫,他不喜欢我 他意思说,他经常对我哄叫,等于他不喜欢我 所以呢,当一个人他这样子说的时候 其实他是真正是把很多东西 就咋了 他是不是对我哄叫,他就不喜欢我 那么一个人对我哄叫,他是不是喜欢我 假如说有一天我们在眩阳那边,走不走了 我们没有注意在看的手机,突然有人对我们哄叫 要我们停止,不要这样子走 那个他是对我们好,还是对我们不好 那么有时候,我们经常,我们会把一件事情等于另外一件事情 那个是很正常的 每一个人都会这样子做的 那么当我们听到有一些人这样子说的时候 我们就在心里面 我们学,今天我们学了这个 我们就知道,他把一个A当作成一个B 那么很多时候我们就把这个复杂相等 当作是一个我们正常操作的一个模式 当我们这样子来操作 很多时候我们就会误解另外一个人的行为 那么如何来把那个人在这样的一个状态 放行过来,让他成为一个证实 知道他这样子讲话的模式 这样子思考的方法,其实对他来讲是不好 我们每一次这样子做 我们就会把自己处在一个不正常操作的 因为同教真的代表他不喜欢 我们要怎样子把它放行 那么你如何证明他的谎教是不喜欢 你如何证明他的谎教是等于不喜欢 我们应该把那个人放行 让他想,有没有一个人 其实他是很喜欢你 但是他曾经对你谎教 我们问这种两个问题 我们就把他把宏教当成不喜欢 这个相等式的一个说法,一个想法 我们给他一个挑战 我们要让他想一想 到底是不是一个宏教就等于不喜欢 当他在这样子想的时候 他就想到曾经有人 其实他是真的是很关心我 他曾经对我宏教 那么我这样子的状态呢 我们就把他从一个很不完整的 一个很不正常操作的一个人 那个思维的模式 把他转移过来 变成他是一个正常操作的 那么正常操作的意思呢 他就把宏教是放成宏教 喜欢是放在喜欢 他会把宏教当成不喜欢 这样子,好不好 这样我们就可以随时 我们学到这个技巧 我们在听人家说话 跟人家对话 我们也在听我们自己讲话 我们是否经常会这样子 把一个A等于一个B 如果会有这个状态出现来说 那么就不可以了 你就要小心了 但是这样的一个复杂相等 确实可以让我们去鼓励另外一个人 比如说今天你是一个经纪 你是一个经理 你是一个管理人 你手下有一些人跟你一起做corner 那么可能他们是做sales 他们是做哪里的 或者是你是一个生意的老板 你如何鼓励 怎样motivate你的下面的人 MCO这个状况很多人感觉到很彷徨 不知道要做什么 你天天叫他去做sales 要逼他,做sales要逼他 怎样怎样 其实有时候这种东西是很困难做好的 我们怎样只能够让一个人 重新恢复工作的状态 我们就是用复杂相等 因为复杂相等就是一个在做鼓励人家 鼓励的意思是motivate一个人 让他能够从那种状态里面起来 做比以前更特殊的业绩 我们就是用复杂相等 所以你学到了这个技巧 尚于利用所有的技巧 并不是只是一面的 我们懂得利用它 它就是一个很好的技巧 那么接下来我再跟大家来分享 另外的一个技巧 这一个技巧也是一个人 我们讲话的时候 经常经常会用到 而且会经常经常 非常不好的使用 非常不好的使用 这个方式讲话的方式 它就是一个简单的删除 简单的删除 他把所有的东西剪刮了 简单的删除 然后呢 他把它简单的删除过后 他就言不达意了 简单的删除 因为这个simple deletions 假如一个人就跟你说 嗯 我不舒服 我不开心 我很伤心 等等啊 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其实他就把许多的资讯 他没有告诉你 这个他是他的结论 我不舒服 我不开心 我很伤心 这些是他讲话的一个结论 那么里面 你藏着很多的东西 那么我们作为一个 跟他沟通的人 他如果是处在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那么他的状态 其实是非常的负面的 他讲到这些 全部都是很负面的状态 那么我们要帮他 从这种负面的状态 是能够不能够正常操作的状态 起来 看清他的事情 变成一个正常操作的一个人 那么我们要怎样子帮他 从这里放醒 一下子一句话让他醒过来 我们就是可以问他 什么事情让你不舒服 你可以告诉我吗 其实我们有时候 我们经常会用这样的一个说法 其实你们用对了 当然我们在NLP里面 我们教这些课程 并不是老师常谈 我们只是没有注意 曾经我们用过正确的方法 而那个方法 其实在NLP里面归类的 自然来教人的 我不开心 你对什么事情不开心 我很伤心 什么事情让你很伤心 是一件事情吗 还是一个人让你伤心 我们要把所有的东西 把它引出来 他把它伤解过后 我们就要把它引出来 引出来之后 当他去看他 所认为他不舒服 不开心 那只是伤心的事件 他可能就从中就发现到 那这其实只是一个小事 我没有必要为这些事情不开心 我没有必要为他不开心 感觉到伤心 我也不必因为如此 感觉到不舒服 或者就是因为你的一句话 一个问句 让他从不能操作的状态 在负面的状态 一下子醒过来 他会发觉到 原来这些事情不过如此 那么就很简单的 他就脱离了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所以这种这些 今天学的这两个技巧 基本上是我们经常 经常我们会用的 经常 也时刻我们会这样子用 那么我们通常在用的当下 我们并不自觉 那么现在开始呢 我们就要注意我们自己讲话 我们也注意听话 听人家讲话 听他讲话 他用什么语 调来说他的事情的时候 那么我们就懂得 如何去把真实的 被他隐藏的 被他伤处的 被他扭曲的 这事情全部给他还原 把它还原出来 还原了过后呢 那么原来他发觉到 我现在所处的状况 其实也不值得 我那么消极 那么负面 因为那个状况 其实只是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所以你就会帮助这个人 讲话的这个人 从他不正常操作的模式 变成他才正常的 那么倒在想的就正常 因为叫做Rational Thinking 那么就希望大家 那么学这两个功课 这两个技巧 我知道或者你们当中 已经懂得运用了 其实之前你并不知道 这个也是一个NLP的技巧 其实NLP只是一个心理学 那很多人在生活上 有经验的人 他们都会懂得心理学 所以我们不要小看 在菜市场的那些 卖菜的小方 卖鱼的小方 或者是卖肉的小方 他们在这种环境里下 他们的心理学是比我们强很多 他们真的是懂强很多 但是今天如果你看了我的视频 你也学习了这个技巧 那么你就知道 知其然而知其所以然 以前我们只是在用 我们不知道这个技巧到底是什么 但是我们发现它有效 但是现在我们知道 我们也懂得听 我们懂得抓 然后我们懂得回应 这样子的话 你就变成你比其他的人更快一步 你就跟别人不一样了 你就会善于利用 这样的一个技巧 用在生活的每一个层面 所以每一个技巧 它都有正面跟反面的 你看你怎样使用 你都会得到 你要达到的一个效果 那我是Ding 这里的NLB老师 Visor Solutions 欢迎你继续来看我的视频 来跟我学习 如果有可能的话 我非常希望你能够来 跟我报名上课 那么在课堂上面 这就是真实 你可以学到很多很多 有用的技巧 让你一生受用无穷 谢谢你 谢谢你